我们看到了这个信耶稣得到钻石这样的神机影片 在网路上引发了正反两面评价 连身为本身是基督徒的这个中正大学的教授管中祥 都在脸书上面表示了 他说他看到这影片让他越看越活大 还说他第一次对传道的人士感到如此生气 看到有两颗钻石 不对啊 今年不是五倍吗 我再回去看 有两颗 剪钻石的神机影片一po网就引起热烈讨论 还马上被网友CUSO改编成Remix版本 这不刚才没有 现在有 哎呦 真的很亮很漂亮 哎呦 真的很亮很漂亮 而这几颗好亮好漂亮的钻石教会宣称 经过鉴定或真假实 这很好笑 如果你真的相信是上帝的话 你更不可能会把钻石拿去检验 原始画面被拿来CUSO教会提出版权声明 影片都被下架看不到了 赵原浦还在脸书上调侃 太过分了 现在我要如何找到 比这个更欢乐的影片呢 而这样的步道方式 教授管中翔看不下去 在脸书上抒发情绪 表示身为一个基督徒 这段影片让他越看越火 而网友没有那么大的火气 反而发挥简洁的长财 大大的讽刺一番 稍微 看我 拿上你宝剑 断开文竭 断开锁链 看我 有人被挡住 严肃的宝血 突破捷径 把桑里乐队表演歌曲 你是我的花朵改编成 你是我的网罗 恶搞神机影片让人看了 会心一笑 但不管神机是真是假 都已经成功 引发话题 东西新闻 蔡婉晴 于荣行 在台北报导 只要有了信仰 有了祷告 那么都可以无所不能吗 很多人觉得不能理解 在之前我们都看到了 剪钻石的神机影片 但现在已经不止如此了 因为主讲的牧师郭美江 他之前在布道的过程里面 告诉大家说 你只要信了教之后 三番两次都可以剪到钻石 他已经剪了五十几颗 大家已经觉得 这个影片非常惊讶了 不过现在网络上面 还流传着说 他在另外一段影片 告诉大家 他们本来家里面的鼓 是银色的 自从信教之后 就变成了金色 甚至祷告完 手上都是金粉 那么接着 更新的影片出炉了 那么这段影片 也是同样的 一位牧师郭美江 他一搭着好多的教友 排排站 他就说信耶稣 就没有皮肤病了 而且你还可以驱邪 驱魔 那么如果你有皮肤病的话 就可以不要而喻 当然很多人看了觉得 真的有这么神奇的事情吗 因为只靠着信仰 那么听到他在台上 一直在喊着一些东西 不用吃药 不用看病 就可以治愈你的病 这个影片一上网络之后 很多的民众都觉得难以执行 好了可以了 连喊好几声的out 教友的视线 全都集中在牧师身上 到底发生什么事 原来教会正在进行祷告仪式 拿这里保剑 撞开魂结 撞开锁链 撞开魂结 但是祷告就祷告 为什么要动刀动枪 还出动胜利保剑 到底是要斩断什么东西 什么原来信教不只能够 剪到钻石 还能够透过去抹的方式 治疗难缠的皮肤病 又是烧进污秽 又是洗去灰尘 一连串的仪式下来 似乎真的发挥效果 你看这个后面帮他拍 你看到有人吐就帮他拍 你看你看 不是拍那里 拍两个腰 拍错了没有用 因为从你喜欢躲在这两点 继剪钻石影片曝光后 现在又有这段教会治疗皮肤病的影片 让民众对这位郭美江牧师 感到相当好奇 只是光靠信仰及祷告 不需要吃药就能够治病 让不少看过影片的民众表示 杰克这真的是太神奇了 东文新闻创演情 卓金国在台北报导 好 这位牧师 郭美江实在太多神机了 那么现在呢 在网路上面也纷纷出现了 很多苦手的影片 那么配上配乐的时候呢 变成了remix版 甚至还有挑战本 有饶舌版 那么甚至也有人发挥了 绘画的天分 用电脑游戏的概念 把郭美江变成了魔法剑士 来消遣一番 不过虽然 郭美江的步道方式引起争议 但还是有不少的教友支持他 甚至说这位牧师很有力量 共感的节奏 轻快的音乐 这么时尚的歌曲 怎么会出现一个大神的声音 原来是网友大搞CUSO 把剪钻石的神机影片 重新剪辑过后 变成了remix版本 但仔细一听 觉得好耳熟 这不是国外知名歌手的歌曲吗 还那么巧 歌名就叫做钻石 不只有这个版本 还有酷酷的牢蛇版本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天堂里 我深深相信 我们每一个的生命要被转化 才会有力的节奏 让人忍不住跟着点头 没想到步道会竟然仍够 跟老舌哥结合得如此融洽 而且听起来一点都不觉得突兀 不止剪钻石的影片被拿来恶搞 连治疗皮肤病的片段 也被拿来消遣一番 对有网友发挥绘画天分 利用电脑游戏概念 让郭美江化身魔法见识 让人看了会心一笑 虽然郭美江的步道方式 相当特殊引起不少讨论 但大部分的教友还是很支持他 郭牧师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个牧师 那他的教导的方式 不管是他教导的方式 或者是他信心内容的分享 其实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影响 宗教信仰是个人的选择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类没有被科学证明的神经影像 总是一出现就引起话题 东西新闻超演情 卓金国在台北报导